那其實呢 裴洛西這次出訪亞洲 他有意將台灣納入行程呢 這個事情引發了中國非常大的不滿嘛 對 那其實呢 大家就是我們帶大家一起回顧這個裴洛西 他超過60年的政壇生涯裡面 他已經不是第一次呢 就是做出一些行為惹怒中國政府囉 那我們就要帶您來看看說 這個政壇小辣椒到底還做出哪些事情呢 帶您一起看一下 裴洛西出訪亞洲 先前重申美國重返亞太的政策 儘管中國強烈反彈 但是他沒在怕 反正中國的紅線嘛 重申一個世紀以來已經踩了好多次 出身官二代的他很早就投入政壇 年僅20歲就有資格參加 甘乃迪總統的就職舞會 別看他穿著禮服長相甜美 裴洛西可是個政壇小辣椒 長期關注中國人權議題 態度強硬 甚至在天安門事件爆發的兩年後 在天安門廣場拉布條紀念犧牲者 氣得中國把他驅逐出境 裴洛西寫下美國政治史上的許多第一次 一直都是媒體焦點 他是第一個少數黨女黨編 第一個眾議院少數黨女性領袖 更在2006年成為第一個 女性國會議長 要居總統職位的第三順位繼承人 可以這麼說 裴洛西就是美國政壇的火力士